现在我照的是林渠 就是林大哥的银杏片 那我注意到它上面有 向阳 忠义 见智 安息 大同 忠庸这几个字 那我很好奇 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说一下 好 那么我呢 关于这几个字都是先父的疑讯 那向阳就是说 拿起来它就会动了先生 就是说太阳一出来 我们就要向着阳光面做正面的事情 向上 向上 最重要 第二点呢 要忠于自己 忠于国家 忠于整个社会 忠于自己的职业 操守 意呢 就是正义放中间 利益放两边 一定要有这个正义的精神 那么第三点 见智 就是你要做这些事情 身体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该做的运动 该做的活动 人要活一定要动 人要活一定要动 那么智呢 就像司马忠元先生讲的 每天都有心知 才叫智 要不然你就是 停留的智慧 等于一份晚报 没有什么用处 没有什么用处 还有安息的意思是 我们的河流一定要 台湾有330条河流 一定要整治到让它很安 我们的水库才会健全 人 水是人的生命 因为先祖父是水利会的理事长 所以呢 我从小就对西流的保护 非常的注重 所以安息又是我的故乡 所以我对于安息 就是希望水利署和林务局 把我们的国土的安定先弄好 然后再进一步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种大国风度 来进入世界大同 进入世界大同以后呢 每一个人都要持中庸之道 才不会以科学的竞争来毁灭世界 科学是用来帮助人解决问题 而不是制造问题的 所以中庸之道呢 也是先父 要我绝对要做中庸之道 我现在的中庸之道呢 是台湾要减少空污 我呢 我呢要引进 我呢要引进 这十个以内就很好了 要互相互动 不要交酒肉朋友 所有的事情都要把中华民国记在心里 因为中华民国呢 有一个很伟大的使命 中华民国三十四化 台湾是民国三十四年 光复 所以呢我们入三又入四 所以呢我们入四的人 在世界上一定要有贡献 就像很多人去大陆 对大陆有贡献 大陆才会有今天 我们对社会更要以中庸之道来做人 来看所有的事情 我就是希望所有的平面媒体 要以中庸之道来报道 绝对不要偏颇在某一个偏激的思想里面 我们的思想是纯正的 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像我前面说的 向阳中义建制安息大同为主稿 然后呢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 尽信报不如无报 这是先父的名言 报上报的有的很夸张 那我希望呢 平面媒体向大家学习 尽量报道中性的 不要把那个坏事报道的那么多 而要尽量扬善 这种就是我思想中的主稿 希望给大家抛砖引玉 请大家也一同来享受我们的公事 享受我们的世界大同思想 大家呢平平安安 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就像江记者一样 又孝顺 又建制 我很希望向江大姐多多学习 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进入 这个很好的公事 让大家非常非常的精进 因为每日不精进 就像印度所说的 今天是明天的昨天 昨天的事都来不及了 所以向阳就是每一天 要一醒来 就要朝善的方向 朝智慧的方向去做人做事 希望大家成功健康幸福 谢谢 谢谢